福岡县位于日本列岛西部处于九州北端 接近朝鲜半岛和亚洲大楼的地理位置 自古以来接触亚洲大楼文化以及往来亚洲的枢纽地 在贸易方面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直至现今 福岡县仍演绎着日本与亚洲各地往来的大门口 无论观光设施或者美食都相当丰富 绝对是一个值得去探访的地方 如果你对今天的话题感兴趣欢迎点击屏幕上有用按钮支持我一下 福岡县自古以来就始于中国大陆朝鲜半岛交流的窗口去到近代 通往九州各地的公路和水路开发完后 福岡成为九州的交通要到近代 随着煤炭生产工业兴盛支撑在日本经济发展 以前我们国家领导人但凡访问日本回国最后一站一定必到福岗 据说福岗也是东京的副都 如今福岗已经成为外国游客超过300人 是日本数一数二的观光地 今天黄大说给大家 一个年轻人的好去处 大名属于福岗市中央区 北街舞鹤 东街天神 东南街金泉 南街景固 西街翅板 位于九州最大的繁华街天神的西陵 是多家精品店服装品牌的路面店 旧衣服店饮食店 杂居大楼等所在的区域 另一方面这里还保留了自古以来的住宅区 加上狭窄的错综复杂的道路 与天神有着不同的独特氛围 这是一条以路面店为中心的街道 与天神不同 几乎不存在保护店和时尚大楼等大型商业 这是有很多面向年轻人的店 作为受年轻人欢迎的街道而闻名 另外居酒屋和俱乐部很多 商业也很热闹 以来自九州各地的游客而至 好的行人很多 大叔要介绍的 那家酒吧就坐落在这里 这家店在二楼 来到店里面 也就是500平方米左右 但是据店长告诉我 每一晚接待客人大约100人 大叔留意了 在这里的客人很多都是年轻人 而店的设计也非常的新颖 另外还有店长自己酿的 各种不同味道的100种酒 也吸引了很多慕名而来的人们 大叔与来到这里喝酒的人 聊了一下有来这里体验气氛的 也有来这里和店长自己酿造的酒 还有的是被这里的合理的设计所吸引 设计这家店的年轻人 也是大叔认识的好朋友 他今年二月曾经获得了 日本35岁下最优秀的设计 银奖 难怪这里能够成为福岗县最赚钱的酒吧 也是有很多的因素的 也有很多因素的因素 也有很多因素